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会发展还没现在那么快的时候 西藏本地人几乎所有都信奉轮回转世 西藏转世活佛的故事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 在西藏一位活佛圆祭后 首要的事情就是寻访他的转世灵童 藏族由一整套完善的测试 和挑选转世灵童候选人的方法 一般高僧在自己圆祭之前 会把贴身之物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除了高僧自己 其他人不可能知道 然后告诉弟子 自己圆祭后会转世到什么什么地方 等最后弟子按照他说的地方 去当地寻找符合条件的转世灵童 这只是第一步 转世灵童必须对佛法有着过人的见解 弟子如果发现疑似转世灵童的孩子 就把他带到四里测试 让他把高僧生前藏起来的东西找到 如果找到了 那就说明这个孩子是高僧的转世灵童 也算通过了组织的认证 所以当敖子说 不相信转世轮回的时候 我就判断出他不是西藏本地人 后面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 慢慢熟悉了起来 他告诉我 他在那区经营一个养狗厂 还问我喜欢什么狗 送我一条 不过他特别声明了 藏敖除外 我确实是想养条藏敖 男人嘛 谁不喜欢威风霸气的东西 但真要养一条 一是太贵 就算他给我便宜点 我也买不起 二是不方便 万一要是伤到人了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最后敖子说 不然就送给你一条西施犬吧 我一听这名字就知道 这狗可能不适合我养 上网搜了一下图片后 果断拒绝 后面敖子说 不然你就来我这自己挑 顺便游山满水寻乐一番 我一听 觉得他这个提议不错 当真就去了西藏 那次是我第一次进藏 但真当我去了后我发现 跟我幻想的差距很大 因为高反真的很难受 一路根本没有心思去看什么风景 脑袋都是昏昏沉沉的 走两步 感觉好像背着一座山似的 差点没把我折磨死 到了那区给敖子打电话 他开着吉普来接我 挺年轻的一个小伙 戴着墨镜 肤色比较黑 一见到我就来了个大大的雄宝 后面奥子带我去他的狗厂参观 他那个狗厂养的最多的还是藏翱 我指了一只青毛的藏翱 问他这个大概多少钱 奥子一脸神秘地笑了笑 让我猜 我说 看样子得好几万吧 结果他却告诉我说少了 这条青狼翱最少要二十万 要是碰到有钱的种 卖三十万也不是不可能 当天晚上 奥子说 带我感受感受藏区文化 就带我去了附近他一个藏民朋友家 喝酥油茶吃好牛肉 藏民能歌善舞是真的 尤其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 非拉着我跟他们一起跳舞 还要喝清歌酒 第一次喝 感觉味道怪怪的 走的时候 主人还送了我一把藏刀 本来我是打算在西藏多待两天 可是中途有个机会催得不行 我就先回去了 奥子让我办完事再过来 说西藏还有好多地方没带我去 等下次来 带我好好转转 后面等我再次进葬 已经是两个月后了 还是奥子去接的我 不过他变得比上次看起来 沧桑很多 我问他怎么了 他也不说 直到回去他的狗场 才告诉我这俩月发生的事 奥子问我 还记不记得 上次来他跟我说的那条青狼奥 我说知道 几十万行动的人民币 我咋可能会忘 奥子错了一把脸说 我上次走后没几天 那条奥被人买走了 我一听 这不是好事吗 直接变现了多痛快 奥子点了根烟说 要真是那样就好了 买家买奥的时候没给钱 我有些纳闷 问他没给钱 怎么把狗卖给人家了 奥子沉默了一会儿说 买家是没给钱 但给了一样东西 所以我就把奥给他了 我问他什么东西 古董还是金砖 他摇头说都不是 然后把烟屁股扔在地上 狠狠踩了几脚 才给我把前因后果都说了出来 奥子告诉我 那次我走后没几天 一个人来他这狗厂买狗 一眼就相中了那条青狼翱 他本来想着能赚一笔 结果人家却告诉他自己没钱 奥子听了 以为对方是砸场子的 可那人又说 没钱 但是可以给他一个物件 抵了买狗钱 奥子当时也是好奇 心想什么物件能抵二三十万块钱 结果没想到 对方竟然拿出来一个股 他当时就想赶人 但对方让他先看看这股 值不值这个价钱 奥子说 那股看起来很陈旧 股面几乎都是棕色的 不过细看还有点绿 股身很精致 但股面的料子倒是看不出来 上面还雕刻着一些花纹 和看不懂的符号 奥子说 那股乍一看特别不起眼 但细看又感觉很吸引人 他就把手放在股面上 妈撒了一会儿 凉丝丝的 而且特别光滑细腻 不像是动物的皮质 他敲了一下 响启动的鼓声 声音不脆 甚至还有些闷 但就是让人感觉 心里有种特别的悸动 奥子问买家 这是什么鼓 买家告诉他说 这是人皮鼓 用于人皮和头鼓制作的鼓 奥子听了 当时差点没把手里的鼓扔出去 但对方让他放心 说这鼓在寺里 经过好几代喇嘛的念经颂文 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法器 放在家里能辟邪 奥子当时也没想辟邪不辟邪什么的 他只想着放在手里 能不能升职 最后觉得有升职的潜质 他就同意了 用鼓来抵买狗钱 听到这儿 我有点明白了 就问奥子 是不是那鼓出问题了 奥子点点头 接着跟我说 他收了谷的那碗做了个梦 梦到老家一个远方亲戚去世 他过去吊咽 发现很多人都围在一张桌子上 吃吃喝喝 有说有笑 他过去跟他们一起坐下来 旁边有个人给他加了一个油炸麻球 特别大 他接在手里正准备吃 却发现那个麻球变成了一个被油炸的 面目全非的人头 听他说完我想了想 告诉他 最好打个电话回去问问 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这种类似的梦境 我听很多人都说过 这是人类的一种感知能力 奥子说 他第二天醒过来 就打电话回家了 父母告诉他 前段时间确实有个亲戚去世了 因为是远方亲戚 所以就没告诉他 奥子说 他本来以为这就是个巧合 但是没想到 后面怪事又发生了 有一天夜里 他躺在床上睡觉 突然就听到咚的一声 就跟在耳边响起来的一样 整个人立马就吓醒了过来 醒来后 他还琢磨 是不是自己一神一鬼吓唬自己 可接着又听到咚咚两声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这声音 有点像是鼓声 奥子说 他收了那个鼓后 一开始是放在房间里的 后面做噩梦 觉得房间里放过这玩意儿 怪甚人的 就把鼓收到了小仓库里 那天晚上听到声音 控制不住好奇心 就去了仓库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奥子说 他出门的时候 那个声音就已经没了 但心里头还是有些好奇 就悄悄摸摸地 往小仓库的方向走去 到了小仓库 发现那张鼓好好的 还在原来的位置摆放着 奥子说 他忍住了触碰那张鼓的念想 转身准备回去 可就在他转身准备回去的时候 那声音又响了起来 当时奥子就跟炸毛的猫一样 立马转过去 看着那张鼓 那张鼓在没人触碰的情况下 竟然有了起伏震动 紧接着 鼓面慢慢浮现出一个人脸 那人脸越来越清晰 甚至能看到五官 奥子说到这停了下来 他已经说完了 我还有点晕乎乎的 但我曾听老马说过 这世上很多东西 都有通阴阳的能力 例如铃铛 鼓 蜡烛 香火等 这其中鼓 手当其冲 尤其是北方萨满 他们跳大神的时候 都会腰间挂铃 手中持鼓 老马说 这些具有通阴阳能力的物品 在机缘巧合之下 会发生一些解释不了的现象 例如点燃的蜡烛无风自灭 铃铛无风自响 香火无风自飘 这些都是 鼓本来就是通阴阳的物件 何况还是人皮骨 出现这种现象 也不是不可能 后面我问敖子 那张鼓放哪了 说实话 我倒是想看看 这传说中的人皮骨 到底有多特别 可惜敖子告诉我说 他把鼓送到寺庙去了 就在前几天 他实在受不了 天天这种折磨 就去寺庙找个喇嘛 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叙述了一遍 最后把鼓留在了寺庙供奉 我那次在西藏待了一周 之前是打算好好转转的 但熬死出了这时候 精神状态一直不佳 我也不想麻烦他 所以一周后 我又回了山东 我这个人对藏文化 其实很感兴趣 就像你们对我们这行感兴趣一样 民族宗教不同 文化底蕴知识面也不相同 回到山东后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 意外地发现了 很久之前 某个祭祀大典上的祭品名单 用黑面和人血制成的饼 五种肉的混合 其中有人肉 一个乱伦而生出小孩的头颅骨 装满血和戒子 小男孩的皮 人血和人脑装在碗里 人由灯 灯筋由头发做成 用人胆 脑 血及内脏做成的大面团 以上就是某个祭祀大典的祭品名单 其中我还了解到 人皮骨属于一种法器 以纯洁少女的皮制成的一面祭神的骨 所谓纯洁少女就是不被尘世所打扰 这种少女最好是不能与人交流的哑巴 只有这样 她才能算是纯洁的少女 而当选中的合适少女不是哑巴时 他们往往会被人割掉舌头 变成哑巴 我想起来敖子说的话 他最后跟我说 那个喇嘛告诉他 说这人皮骨在某些情况之下会发生异象 可能会看到以世人的脸 如果真如那个喇嘛说的那样 敖子那天夜里见到骨面浮现的那张人脸 那是以世人的脸吗 如果是 那这个人会是谁 人皮骨的前身吗 我不得而知 接下来讲一个关于高音状的故事 这是我从外婆那里听来的 农村人应该知道 在以前村里的老人 最喜欢讲的一些神神叨叨的离奇故事 我外婆就是这么一个人 小时候外公出去办丧 外婆就搬个椅子 坐在院子里 一边缝鞋店 一边给我讲的一些民间仪式 时至今日 仍是历历在目 这个故事起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 那时候的情况大家也知道 内忧外患 全国各地人们都身受其害 尤其是农村乡下 人们更是食不果腹 难以生存 当时我们当地有个叫春花的姑娘 年满十八 长相标志 精神头还好 用我们当地人的话来说 这姑娘谁要是娶到了 那真是祖坟上冒青烟 走大运了 这样的姑娘 别说以前 就是搁现在 那也是十分招人稀罕的 当时说没的人都快把他家门槛给踏破了 但没有一个能把他给娶回家的 因为春花当时有个相好 在国军服役 听说还是个长官 俩人很早就私定终身了 说等退伍回来了 就娶春花 本来这是春花家里人也是同意的 毕竟不管是什么军 那都是打过小日本 保卫过国家的 都是英雄 那要是春花嫁了过去 他们家也跟着长脸 但谁也没想到 最后国共交战 前线新闻都传到了乡下 很多人都说讲不行了要跑路 这连带着春花爹娘也跟着交集起来 都劝春花赶紧早做打算 但是春花性自裂 不相信相好的 会跟着讲义走了之 死活不同意没人的提亲 春花爹娘也跟着发愁 不知道该咋办才好 当时村里面有个叫陈赖头的混子 生下来就是一头赖窗 成天有手好闲 不是村头年狗 就是村为歹姬 年纪也不小了 还没成家 那会儿春花是村里有名的美女 这陈赖头早就对她寄予许久 不过碍于她有个相好的当兵 怕自己吃枪子 没敢给春花制造什么麻烦 后来听说春花相好的跑路了 这陈赖头的本性就暴露了出来 在春花小姐的时候 把她给玷污了 春花几次三番地要寻死 但最后又都被爹娘给救了回来 但这件事在十里八村早就传开了 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一个没人进过春花家的门 后来不知道谁出的主意 说事到如此也没别的办法 而且当时春花也已经有了身孕 不如就让春花从了陈赖头 这样别人也就不会说闲话了 当然这是别说春花 就是春花的父母也不会同意的 这不是荒唐吗 然而陈赖头却好像找到了一个契机 天天往春花家跑 又是哭 又是打自己巴掌的 对着二老下跪 保证以后会对春花好 于是就这样 陈赖头只用了三斗米 就把春花娶回了家 这陈赖头娶了春花 按理说是祖坟冒清烟走了大运 可这人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婚后陈赖头丝毫未变 而且脾气还极其不好 就因为春花生了个闺女 在月子里对春花动辄非打击骂 经常把春花打得遍体鳞伤 那时候的春花经常遭受陈赖头的打骂 但因为女儿 她一直狠不下心来一走了之 于是就一直生活在陈赖头的阴影之下 但在女儿两岁那年 因为一次感冒发高烧 春花哭着让婆家人送女儿去看郎中 结果陈赖头却说 一个赔钱货 送什么送 早死早超生 就这样 春花这个年仅两岁的女儿活活病死 从那以后 春花就受了刺激 患上了疫症 经常胡言乱语 说一些鬼牙神的之类的话 尽管春花成了这样 但陈赖头还是不肯放过她 甚至好几次把春花送到邻村的老光棍家过夜 这中间的交易不言而喻 春花被陈赖头折磨的疫症越来越严重 经常去附近庙里祷告 一会跟玉皇大帝诉说 一会又给王母娘娘诉说 一会又好像是给阎王爷诉说 这是被陈赖头得之后 对春花又是一顿打骂 春花精神彻底崩溃了 开始对着家畜自言自语 说活着对付不了陈赖头一家人 不幸死了后还对付不了 在一次上山捡柴火的时候 春花从崖上跳了下去 民间认为 人死之后 会被无常把魂魄带到地府 在阎王爷面前 陈述这一生所做的善恶之事 善事做得多 可以给你个地府官差作 若是恶事做得多 就得下十八层地狱 不过在面见阎王之前 还得经过当地城隍的审核 在面见城隍的时候 那就是有冤的喊冤 有仇的喊仇 而陈赖头一家人 害怕春花去当地城隍面前告阴状 于是在春花下葬之前 用针线把春花的嘴巴和眼睛缝住了 这样 春花就不能在城隍面前告他们阴状了 春花死后没几年 农村的生活条件慢慢提了上来 陈赖头也惊人介绍虚了嫌 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 陈赖头也不像以前那般游手好嫌 好像转了姓一样 跟续贤的婆娘好好过着日子 再后来 那婆娘给陈赖头生了仨孩子 都是男孩 这让陈赖头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 但谁也没想到 后面这仨孩子 一个掉精力淹死了 一个打小就是脑瘫 还一个患有杨颠锋 动不动就口吐白沫 三个儿子 没有一个是正常人 这一番打击让陈赖头老母亲一病不起 没多久就吸去了 吸去后的陈赖头老母亲还没过头期 就给陈赖头托梦 说自己在黄泉路上遇到了游荡多年的春花 当时春花下葬时 虽然用针线把她的眼睛和嘴巴缝住了 但那时候春花贴身带着一张状纸 上面写的都是控诉他们老陈家的罪名 阎王也说 他们老陈家的人作恶太多 就报应在孙辈身上 陈赖头老母亲不服 跟春花一路打到阎王殿 结果被众多阴差压在神坛下 不得翻身 后来陈赖头续嫌的婆娘跑了 陈赖头的爹也在一次意外中丧命了 其余的兄弟姐妹都怕殃及自己 也都跟陈赖头断了来往 这次老陈家就生陈赖头跟俩患病的儿子 而陈赖头也在两年后得了癌症离世 至于她那俩儿子也在陈赖头死后双双病亡 外婆讲的这个故事让我十分唏嘘 外婆说 以前在封建社会有很多司法不公的情况 在面对司法不公求告无门的时候 人们就会去告阴状 方法有很多 但为成为正能成事 民间对此多有畏惧 所以传说颇多 民间告阴状的方法有很多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做法 在古事后 人们是死后去阴草地府深渊 求阳间显示报应 来惩罚那些做了恶事的人 而到了九十年代 告阴状并不需要死后才能告 只需要写一份告阴状的书文 在城隍庙烧了即可 时至今日 这些所谓的封建迷信 离我们越来越遥远 但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所有的封建迷信 都不单单只是封建迷信 在那些封建迷信的背后 更多的还是教我们怎样做人 还应该能识求 我们的封建迷信 让我们封建迷信 我们的封建迷信 封建迷信 封建迷信